今天的世界万象及时通就要来聚焦 英国首相强森先前因为染疫一度住进了加护病房 而他近期透露说原来当时医师有做了最坏打算 英国政府更拟好了战备计划 以防强森熬不过这一关 幸好在医疗团队的照顾下他也顺利康复 出院后17天喜获灵儿 而且长得跟强森小时候有几分神似 从小就一头乱法 现在强森也特别在儿子的姓名当中 加入了巧思是要为两位救他性命的医师致敬 妈妈手里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这是英国首相强森的儿子初次亮相 才刚出生就顶着浓密金发 跟爸爸小时候争有几分神似 父子俩也都是从小就一头乱法 另外强森跟未婚妻喜莫兹 也已经替儿子取好名字 这名字还真是乐乐等 首先威尔弗瑞德是沿用强森祖父之名 罗莉则来自喜莫兹的祖父 而尼可拉斯背后更藏有深意 特别要向强森的两位救命医师 尼克哈特跟尼克普莱斯致意 强森透露他因武汉肺炎 住进加护病房的两星期 院方跟英国政府都已经做好最坏打算 如今重获新生 最是感谢照顾他的两位医师跟护士 特别透过儿子之名献上敬意 六人好逼